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不同的水土不仅滋养了不同的人 更孕育出不同的文化 在中国西南的赤水河畔 就文化远远流长 赤水河是长江上路的主要支流 一直流淌于云南 贵州 四川 三省的接壤地带 令人倍感神奇的是 一条赤水河全长520余公里 却密集分布着大小数十种名酒 占到中国名酒的60% 不出百里必有好酒 赤水河成为一条名副其事的美酒河 2012年我们设置组来到了赤水河畔 这一路上我们的鼻腔里都充裕着一种味道 你猜是什么 就是这个美酒味 真的一路都是芬芳的酒香味 所以我们一路上也在思考 这次来这儿的目的 为什么这条赤水河会被称为是美酒河呢 在这一片神秘的流域 为什么会产生出那么多的美酒呢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就要去二郎镇 经由公路桥跨过赤水河 就进入了四川省卢州市的古令县 二郎镇就坐落在 近临赤水河畔的山坡之上 二郎镇所处的赤水河河谷地带 时常云雾缭绕 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 使得这里最为适宜酿酱香性白酒 赤水河两岸的多家酿酒企业 都曾尝试在其他地区酿酱酱香性白酒 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人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的奥秘 就隐藏在这山水之中 中国国家级的酿酒大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令二郎镇酿酒技术的传承人 蒋英利告诉我们 无功严厉处天然洞穴中 隐藏着赤水河美酒飘香的秘密 就跟一个一般的仓库一样 那其实上面是完全天然的洞是吧 天宝洞 对 天宝洞 你看到这个宝 意思就是宝贝的宝 那当时子的意思就是 就是上天次流的宝贝 我们是两个洞 这个是天宝洞 下面还有一个是地宝洞 有这么大的洞啊 还在上下 天地宝洞它的尾程是相通的 等一会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打开门的一撒拉 天地宝洞是云贝高原上 典型的喀斯特溶洞 总面积达到了1.42万平方米 洞内马放着几万只土质陶酒坛 储存机酒达数万吨 1999年 被载入上海大世界基尼斯记录 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天然酒库 蒋英利告诉我们 白酒需要储藏在恒温恒湿 无光照的环境当中 要求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 而天地宝洞内部 常年保持18至22摄氏度之间的 恒定温度 封闭的空间避免了光照造成的酒精挥发 自然成体处绝佳的天然除酒洞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白酒都是越沉越好 在白酒的多种香性中 尤其酱香性白酒最为适合储藏 而且对于酱香性白酒来说 在适宜的环境中让酒自然老熟 本身就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生产流程 陶土制作的陶罐最为适宜储藏白酒 但对于在家中自己收藏白酒的爱好者来说 玻璃瓶与陶瓷瓶装的白酒也可以储藏 只是需要特别注意 将酒瓶的封口封盐 以减少酒精的挥发 这些布上面这些是什么呢 它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菌 是酒菌 我们称为酒苔 你用手摸一下 哎呀 真舒服 对 它是一种有益菌 这个酒菌 它是因为有酒的存在 靠酒的生长的 但是同时它生长的话 它对酒起到一种生香 神化老熟的这样一种作用 我可不可以弄一点下来看一看 可以可以 轻轻一点嘛 你看 哎呀 其实就是我发现 它还是有一定厚度的 你看 就像那个苔藓一样 这种只能在洞中存活的酒菌 有着旺盛的活力 它与酒分子互相作用 促进了有益的微量元素的生长 使得酱香更为细腻 纯香 为酱香性白酒成分中 添加了新的神奇 专家们把储藏打20年以上的好酒 比作液体黄金 这团成年老酒是天宝洞的震动之宝 六七十年的储藏年份 会让它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 好香啊 是不是很香 这个酒我们通常用的就是调味 在比如说一万斤里边 加上一斤这样的酒 它的整个口感 优雅程度 细腻程度 柔和的程度 完全发生了变化 真的 它还会影响其他的 对 它实际上它起到的就是调味的作用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那个力量 就进去了 就进去了 说啥 对 但是这个酒不辣 一点都不辣 对 因为促成的时间久了以后 它很多的有害的成分 这个不好的这种香气都挥发掉了 剩下的基本上都是金花 神奇的洞穴 一直向着山体的内部延伸 越往里走 光线也就愈加地昏暗 此时我们在这个 看似完全封闭的洞穴中 活动了将近两个小时 却并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感觉 天宝洞与地宝洞的尽头 由一条更为细小的洞穴 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使得看似完全封闭的洞穴 保持着空气的流通 这也是储藏白酒的必备条件 你看 是不是这样的 喂 喂 下面可以听见的 真的 我感觉用这个就是大便筒去照它 那个光柱都达不到底 我们人下去的话 整个这个行程的话 还是非常畅通的 那我们可以从这走一走 然后就可以直接有一种走向地心的感觉 然后到另外一个洞去 直接从天上到地下去感受一下 好 工作人员找了一条足够长的绳索 将一端绑在了记者身上 另一端固定在尖口 做好安全措施后 记者便准备踏上这次特殊的穿越之旅 哇 这跟我以前的那种探险活动都不一样 感觉好像自己要去经历一条漫长幽黑的路一样 还可以 这些铁杆上面都有那个 就是那叫什么酒菌 全部都是酒菌 慢慢地记者的身影引入了黑暗的地洞中 我们也迅速驱车赶往地堡洞 在那条地洞的出口处等待记者的出现 哎呀 艾文到了吗 到了 这就到了地宝洞了是吗 对 你走的是进去呢 你看你 哎呀 下次我还是绕着走 好像有什么 虽然现在啊 还是在洞里 但我真的有重见天日的感觉 有一种好像有重生的感觉 对 没有这么严重 地宝洞的海拔比天宝洞稍低 洞内更加地潮湿 蒸发的酒分子凝结在岩壁上 形成了一种奇妙的现象 哎 你看这个洞 真的跟天宝洞完全不一样 对 你看就晶莹齐透的 你看它这个酒菌上边有水 对 看起来晶莹齐透的 是不是很漂亮 而且是不是水是酒 你来看 我觉得那个摄影机可以近一点 因为可以看到这个上面都是 就是像那个蒋公说的 是最好的那种陈年老酒 你看它还是淡黄色的 是不是 全是酒分子 凝聚在上面 对 这都是淡黄色 你看这个非常明显 然后凝结在这儿啊 就像一颗颗的那个香 像在岩石里的那个宝石一样 对 真的是像宝石一样的 太好看了 你看 它的这个 记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实现了一次穿越天地宝洞的探险之旅 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自然界的神奇 洞内奇妙的化学反应源于天成 又结合了人类的智慧 也许这就是赤水和柳玉 美酒飘香的奥秘所在吧 2019年 远方的家世之祖来到了四川省卢州市 赤水河自古就是川岩汝前的重要通道 四川富顺等地的石岩 通过长江运达河江城后 主要由赤水河运往前北地区 而河江县城西南方向的仙世古镇 曾经是赤水河岩汝谷道上的重要码头 顶盛时期在赤水河畔 像仙世古镇这样的码头就有十几个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赤水河 万古流 上酿酒 下酿油 当年通过赤水河运往外地的货物 除了盐 还有仙世镇所产的酱油 酱油酿造 自古就是当地的一项重要产业 至今这里还保留着古法酿造酱油的记忆 在仙世镇上 大大小小的酱油作坊有几十家 在当地朋友的推荐下 我们来到了其中比较有名的一家 刚走到加工作坊门口 就看到了一缸已经泡好的黄豆 现在这个表面看到了起了这样的白沫 这是正常的是吗 它整上来这个大豆全泡以后 它有些风机就会泡出来 就去面上这些风机的时候 整上来就证明这个大豆 有几点好的 黄森是这家酱油作坊的老板 听他介绍 赤水河畔所产的黄豆 是制作鲜石酱油的主要原料 与普通黄豆相比 这里的黄豆各大皮薄 淀粉含量高 基本上十斤黄豆能出一斤酱油 黄豆泡上十几个小时 就要去出来放到锅上蒸制 大概需要蒸多长时间 大概可能要蒸两三个小时 听匡森介绍 每年的蒸月十五到端午节 这段时间的气温 最是一发酱黄豆 最忙的时候 它们一天要蒸七八桶豆子 黄豆经过两个小时的蒸制 就可以出锅 把黄豆从木桶中盛出 黄豆全部盛出来以后 要放到室外的竹坡路上 摊开降温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黄玉峰往黄豆里 倒入面粉后开始搅拌 这时匡森七十多岁的老父亲 也过来帮忙 爷爷您教我一下怎么办呢 这样就从楼底的取下来 从下面 放在坏面 抽上来 对对对 就这样就可以 这样你看看 这样 从坏面都翻 就是手插到这个锅底 然后把黄豆 黄豆呢往胸口的位置 对对对 应该是整个放在一面 框正元做酱油已有五十多年 听他介绍 鲜石酱油始于明末清初 清朝前陆年间 赤水河言语兴盛 鲜石镇酱油作坊增多 当地流传的传工号字 传工苦 传工丑 好在不缺酒和油 其中的油说的就是鲜石酱油 黄豆拌好之后 下一步要放到室内自然发酵 与其他地方的酱油不同 鲜石酱油在发酵的过程中 不需要人为放置菌种 而是利用赤水河畔的天然菌群 进行发酵 邝森带我们来到了 亮晒酱油的平台 放眼望去 这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一千多口酱缸 看上去非常壮观 邝森为我们找了一口 刚发酵了一年的酱缸 像我们看到的这一盘呢 是今年刚刚酿下去的 所以说这个味道闻起来呢 还没有酱香味 觉得这个酸味会更浓一点 而且黄豆呢 看上去它的这个 还是保持原状的 颜色比较淡 没有发黑 因为这个今年菜 可能就打开 就是有几个月半年时间 这个大豆全靠这个 太阳和晚上一夜里头 那加工好的这个黄豆啊 放到这个缸里 还需要加水吗 加一些调料吗 不需要加调料 只加水和盐 水和盐 就可以了 酿造酱油 讲究日晒夜露 酱缸里的黄豆 白天要轻雨翻晒 夜晚要多吸收水汽 这样才能酿造出好酱油 新市镇就位于赤水河畔 晚上雾气很大 这里每个酱缸都有一个盖子 平时出太阳的时候 工人们都会掀开盖子 翻晒缸里的黄豆 黄豆通过不断地翻晒 发酱得越来越充分 太阳暴晒对于黄豆的发酱 非常关键 经过阳光晒制而成的酱油 有着独特的香味 黄豆经过三年的发酱 就变为成熟的酱坯 这时就可以拿来取酱油了 酱缸中间放上一个竹制的框子 取来的酱坯放到框子周围 黄玉峰不断往酱坯里加水 酱油慢慢就从竹框里渗透出来 很快我们就看到这个水 已经渗到中间这个工具里了 这就是酱油了吗 酱油了 但是现在还不行 它不清点 翻开翻了就整清点才去 这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变化 清水加进去 很快就变成黑色的酱油了 对 竹框里的酱油纯度不高 当框里溢满后 黄玉峰又将吸出的酱油 舀到酱坯里 这样反复几次 竹框里吸出的酱油越来越纯 取酱油这道工序 通常要反复七八次 耗费十几个小时 经过一次次的进出 酱油的浓度越来越高 为了让我们对新式酱油有更直观的感受 黄玉峰端来立晚成品酱油 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酱油呢 就是已经感觉到它有油脂了 对 已经很明显的不同 对 我这样一晃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酱油 会挂在这个瓢壁上面 对对对 就很粘稠的这种感觉 像这个酱油取出来之后 直接就可以尝吗 可以尝了 可以尝一下 请问一言 真的这个口感特别特别的醇厚 特别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它的这个甜度和咸度是非常适中的 以往我们吃到这个酱油 如果这样适中吃的话 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咸 但是呢 这个酱油吃到嘴里会有一些回甘 而且这个酱香味呢 会在这个嘴巴里面留很长的一段时间 回味是很绵长的 鲜式酱油具有咸度适中 久放无沉淀 不变质的特点 小小一碗酱油 从黄豆到成品 需要耗费几年的时间 每一道工序都非常讲究 其中凝聚着酱造者无数的心血 其实今天我们来看到 觉得你们的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在这边酱缸就有一千多个 而且呢还是要看天气的 比如说刚才突然我们遇到了下雨 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就要冲出来 赶紧要把这个缸盖上 对对对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 经常会出现 那也像您做了一辈子酱油了 那如果遇到雨季的时候 晚上能睡踏实吗 我基本上没得受口水 你都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一样没得受我身体的职业 你要干好事 习惯成自然 就是年轻人都是这样 只要一听到到里车 或者马上就有感觉就醒来了 那像邝老师呢 酱造酱油需要时间的沉淀 更需要制作者的细心与耐心 古老的酿造技艺 在祖孙三代身上得以传承 他们口口相传的 不仅仅是一种技法 更是一种精以求精的 匠人精神